撒姆尔记上第一章 哈拿却没有孩子 这人每年都从他的本城上士罗去敬拜 献祭给万军之耶和华 在士罗有以利的两个儿子 和弗尼和菲尼哈 做耶和华的祭司 以利加拿在献祭的那天 就把祭肉分给妻子皮尼拿和他所有的儿女 但他当面只分给哈拿一份 他虽然爱哈拿 耶和华却使哈拿不能怀孕 因为耶和华使哈拿不能怀孕 他的对头就尽力刺激他 使他苦恼 年年都是这样 每逢他上耶和华店的时候 皮尼拿总是刺激哈拿 使他哭泣 吃不下饭 他的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 哈拿 你为什么哭泣 为什么不吃饭 为什么心里难过呢 你有我不是比有十个儿子更好吗 哈拿在士罗吃喝完了就起来 那时以利祭司在耶和华店的门柱旁边坐在椅子上 他心里愁苦就向耶和华祷告 流泪痛哭 并且许愿说 万君之耶和华 你若是看顾使女的困苦 纪念我 不忘记你的使女 赐给使女一个儿子 我就必把她一生献给耶和华 不剃她的头 哈拿向耶和华祷告了很久 以利一直注视她的嘴 原来哈拿是在心中诉说 只见她的嘴唇在动 却听不见她的声音 因此以利以为她是个喝醉了的女人 以利就对她说 你要醉到几时呢 快快醒过来吧 哈拿回答 我主啊 不是的 我是个心灵愁苦的妇人 淡酒烈酒都没有喝 只不过在耶和华面前倾吐我的心意 不要把你的使女看作不检点的女子 我因为极度愁苦和激动 才一直倾诉到现在 以利回答 平平安安回去吧 愿以色列的神把你所求的赐给你 哈拿说 愿你的卑女在你眼前蒙恩 于是这妇人回去并且吃饭 脸上再没有愁容 第二天 他们清早起来 在耶和华面前敬拜 然后回到他们的家乡拉玛 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以利加拿和妻子哈拿同房 耶和华顾念哈拿 她就怀孕 时候到了 就生了一个儿子 哈拿给她起名叫撒姆尔 因为她说 她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以利加拿和她全家都上侍罗去 向耶和华献年纪和还所许的愿 哈拿却没有上去 因为她对丈夫说 等孩子断了奶 我才带她去朝见耶和华 她要永远住在那里 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 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吧 你可以留在这里 等到你给孩子断了奶 但愿耶和华实现她的话 于是哈拿留在家里乳养孩子 直到给她断了奶 她给孩子断了奶之后 就带她一同上去 又带了一头三岁的公牛 十公斤面和一瓶带酒 她把孩子带到 室罗耶和华的店那里 那时孩子还很小 他们宰了公牛以后 就带孩子到以利那里 妇人说 我主啊 我敢指着我主的性命启示 我就是从前在这里 站在你旁边 向耶和华祷告的那个妇人 那时我祈求我要得这孩子 耶和华已经把我 向他所求的赐给我了 所以我现在把他信给耶和华 他的一生是属于耶和华的 于是他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撒姆尔记上第二章 哈拿祷告说 我的心因耶和华喜乐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我的口向仇敌大大夸耀 因为我以你的救恩为乐 没有人向耶和华那么圣洁 因为除你以外 没有别的神 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你们不要多说骄傲的话 也不要口出狂妄之言 因为耶和华是全知的神 人的一切行为他都见察 勇士的功都被折断 跌倒的人却以力量束腰 饱足的要劳碌觅食 饥饿的不再饥饿 不能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女 有过许多儿女的反倒衰违 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 使人下阴间也使人从阴间上来 耶和华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 使人降卑也使人升高 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的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的人 使他们与显贵同坐 承受尊贵的座位 大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 他把全地安放在柱子上面 耶和华必保护前程人的脚步 却使恶人在黑暗中灭亡 因为人得胜不是靠着力量 至高者在天上打雷 耶和华必打碎与他作对的人 耶和华要审判地的四级 却要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 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脚 后来 以利加拿回拉玛自己的家去 那孩子却留在以利祭司面前 侍奉耶和华 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无赖 不尊重耶和华 也不理会当时祭司带人民的规矩 有人献祭 在煮肉的时候 祭司的仆人就来 手里拿着三尺的叉 把叉子插入尖盘里 或顶里 或斧里 或锅里 叉子插上来的 祭司都拿去 所有到世罗来的以色列人 祭司都是这样带他们 还有在焚烧纸油以前 祭司的仆人就来 对献祭的人说 把祭肉交给祭司烧烤吧 因为他不会像你要煮过的肉 但要生的 如果那人对仆人说 必须先把纸油焚烧了 然后你才可以随意去拿 他就说 不可以 你现在就要给我 否则我就抢去 这样 那两个年轻人 在耶和华面前 所犯的罪很大 因为他们藐视 献给耶和华的祭物 那时 撒姆尔还是个孩童 竖着细麻布的以福德 在耶和华面前侍奉 撒姆尔的母亲 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 他和丈夫一同上来献年纪的时候 就带来给他 以利给以利加拿和他的妻子祝福说 愿耶和华从这妇人身上还给你后裔 代替你献给耶和华的孩子 他们就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耶和华眷顾哈拿 他再怀孕 先后生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那孩子撒姆尔 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 以利已经老了 听见自己的儿子对待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又听见他们与在会幕门口 适应的妇女同情 以利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做这些事 我亲自从众民那里 听见了你们的恶行 我儿啊 不要这样 因为我听见的消息很不好 你们使耶和华的子民违背律法 如果有人得罪人 有官长惩罚他 如果有人得罪耶和华 有谁为他求情呢 他们却不听父亲的话 因为耶和华有意要杀他们 那孩子撒姆尔的身量 耶和华和众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 有一位神人来见以利 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父家在埃及法老家为奴的时候 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 我不是从以色列众支派中选出他们做我的祭司 上我的坛烧香 在我面前穿以福德吗 我不是把以色列人所献的伙计都赐给了你的父家吗 你们为什么还以祭献的眼光 轻视我所吩咐要献上的祭生和礼物呢 你为什么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 用我子民以色列所献一切最好的礼物自肥呢 因此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我曾说 你的家和你的父家 必永远行在我面前 现在耶和华却说 我绝不容你们这样行了 因为尊重我的 我必尊重他 藐视我的 必受到轻视 日子快到了 我要砍下你和你父亲的绑壁 使你家中 再没有有权势的长者 我赐给以色列人的一切福分 你必像一个对头 以嫉妒的眼光来看 而在你的家中 必永远再没有有权势的长者 我必不从我的祭坛那里 灭绝你家的人 免得你的眼睛昏花 心灵忧伤 但所有你家中增添的人 都必像世人一样死去 你的两个儿子 何弗尼和菲尼哈 所要遭遇的事 是给你的一个证据 他们二人 必同日而死 我要为自己 兴起一位忠心的祭司 他必依照我的心意行事 我要为他建立一个稳固的家 他一生必行在 我的受高者面前 你家中剩下的人 都要来向他下拜 求一个银币 一块饼 也要说 求你容我参与祭司的植物 使我可以有点饼吃 撒姆尔记上 第三章 那孩子撒姆尔 在以利面前 侍奉耶和华 在那些日子 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意象也不常有 有一天 以利躺卧在自己的地方 他的眼睛早已昏花 不能看得清楚了 神的灯 还没有熄灭 撒姆尔躺卧在 耶和华的殿中 就是安放 神约会的地方 耶和华呼唤 撒姆尔 他说 我在这里 他就跑到以利那里 说 你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说 我没有呼唤你 回去睡吧 他就回去睡了 耶和华再一次呼唤撒姆尔 他就起来 走到以利那里 说 你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说 我儿 我没有呼唤你 回去睡吧 那时 撒姆尔还没有认识 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的话 还没有向他启示 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姆尔 他又起来 走到以利那里 说 你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就明白 是耶和华呼唤这孩子 因此 以利对撒姆尔说 去睡吧 如果他呼唤你 你就说 耶和华 请说 仆人静听 耶和华 于是撒姆尔回去 仍然睡在自己的地方 耶和华又来站着 像前几次一样呼唤 撒姆尔 撒姆尔 他回答 请说 仆人静听 耶和华对撒姆尔说 看啊 我要在以色列中 行一件事 听见的人都必耳鸣 在那日 我必在以利身上 彻底实现 我论到他的家 所说的一切话 我曾告诉他 我必按着他所知道的罪孽 永远处罚他的家 这罪 就是他的儿子 自招咒诅 他也不责备他们 所以 我向以利家起了事 以利家的罪孽 永远不能用祭物 或贡物来买赎 撒姆尔睡到天亮 他就开了耶和华店的门 但撒姆尔不敢把异象告诉以利 以利呼唤撒姆尔说 我儿撒姆尔 他回答 我在这里 以利说 耶和华对你说了什么话呢 你不要向我隐瞒 他对你所说的一切话 如果你向我隐瞒一句 愿神对付你 并且加倍对付你 于是 撒姆尔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 一句也没有隐瞒 以利说 他是耶和华 他看怎么好 就怎么行吧 撒姆尔 撒姆尔渐渐长大 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他所说的一切话 没有一句落空 从但到别是吧 以色列人都知道 撒姆尔被耶和华确立为先知 耶和华又在世罗显现 因为耶和华在世罗 借着他的话向撒姆尔启示自己 撒姆尔记上第四章 撒姆尔的话传遍了以色列 那时 以色列人出去迎战非力士人 他们靠近以便以泄安营 非力士人却在雅弗安营 非力士人列阵 要与以色列人交战 战事展开后 以色列人败在非力士人面前 非力士人在战场上杀了约四千人 军队回到营里 以色列的长老说 今天 耶和华为什么在非力士人面前 击败我们呢 我们要把耶和华的约柜 从世罗抬到我们这里来 约柜一到我们中间 就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 于是他们派人到世罗去 从那里 把坐在二基路伯中间 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 以利的两个儿子 和弗尼和菲尼哈也与神的约柜一同来了 耶和华的约柜来到营中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 大地也回声响应 非力士人听见了欢呼的声音 就问 在西伯来人的营中 为什么有这样大声的欢呼呢 后来 才知道 耶和华的约柜来到了营中 非力士人就害怕起来 他们说 有神来到他们的营中了 又说 我们有祸了 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我们有祸了 从前在旷野 用各样灾祸击打埃及人的 就是这些神 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大能之神的手呢 非力士人啊 你们要刚强 要做大丈夫 免得你们做西伯来人的奴隶 好像他们做过你们的奴隶一样 你们要做大丈夫 作战吧 于是 非力士人起来作战 以色列人就被击败 个人都往自己的正棚逃跑 这是一场大屠杀 以色列人中 有三万步兵阵亡 神的约柜也被抢去 以利的两个儿子 何弗尼和菲尼哈也死了 有一个汴亚敏人 跑离战场 衣服撕裂 投蒙尘土 当天来到侍罗 他来到的时候 以利正在路旁 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观望 因为他为神的约柜担忧站立 那人进城里报信 全城的人就都喊叫起来 以利听见喊叫的声音 就问 这喧嚷的声音 是什么意思呢 那人急忙前来 向以利报告 那时 以利九十八岁了 眼睛发直 不能看见 那人告诉以利 我是从战场上来的 今天从战场上逃回来 以利问 我儿 我儿 事情怎么样 往后跌倒在门旁 紧鼓折断而死 以利 以利治理了以色列四十年 以利的媳妇 飞尼哈的妻子怀了孕 他说 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 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抢去 又因为他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 他说 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色列 因为神的约柜被抢去了 撒姆尔记上第五章 非利士人抢去了神的约柜 就把他从以便以泄运到雅石图 非利士人抢去神的约柜 把他抬进大滚庙 放在大滚神像的旁边 第二天清早 雅石图人起来 看见大滚神像扑倒在地 俯伏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 他们就把大滚神像树立起来 放回原处 在次日早晨 他们起来的时候 看见大滚神像又扑倒在地 俯伏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 大滚的头和双手 也都在门槛上折断了 只剩下大滚的身体 因此 大滚的祭司和所有进雅石图大滚庙的人 都不踏大滚庙的门槛 直到现在 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压在 亚石图人身上败坏他们 用痴疮击打亚石图和亚石图四镜的人 亚石图人看见这种情形 就说 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再留在我们这里 因为他的手重重地夹在我们 和我们的神大滚身上 他们就派人去召集非力士人各城的首领前来 问他们 我们要怎样处理以色列神的约柜呢? 他们回答 把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吧 他们就把他运到加特去了 运到那里以后 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 引起很大的恐慌 他击打全城的人不分老幼 使痴疮在他们中间蔓延 于是他们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 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的时候 以格伦人就喊叫 他们把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 是要杀害我们和我们的人啊 于是他们派人去召集非力士人各城的首领前来 对他们说 请把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 免得他杀害我们和我们的人民 死亡的恐慌笼罩全城 因为神的手重重地压在那里 没有死的人都遭受痔疮的打击 那城的哀声上达于天 撒姆尔记上第六章 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力士人的地方有七个月之久 非力士人把众祭司和占卜的都召了来 问他们 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耶和华的约柜呢 请告诉我们 要怎样才能把他送回原处呢 他们回答 你们把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的时候 不可空空地把他送回去 却要偿还赔罪的礼物 这样你们就可以得着医治 也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手没有离开你们 非力士人问 我们应当尝给他什么做赔罪的礼物呢 他们回答 要按照非力士人各城首领的数目 用五个金痔疮和五个金老鼠做赔罪的礼物 因为你们所有的人和你们各城的首领所遭遇的 都是一样的灾祸 所以你们要做痔疮的像 和毁坏田地的老鼠的像 还要把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 也许他会向你们 你们的神和你们的田地手下留情 你们为什么要硬着心 像以前埃及人和法老那样呢 神严严地对待他们以后 他们不是放走了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不是真的离开了吗 现在 你们要预备一辆新车和两头仍在乳养小牛 未曾富过饿的母牛 把他们紧紧套在车上 把小牛从他们身边带回棚里去 你们要把耶和华的约柜搬来 放在车上 把那些常给他做赔罪礼物的精器 放在盒子里 放置在约柜旁边 然后把他送上路 让他自己走 你们要留意看 如果他是走向自己的境界 往博士迈去 那么就是耶和华降这大灾给我们 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就知道 不是他的手攻击我们 我们遭遇的不过是偶然的事 费力士人就照着去行 他们牵来两头还在如养小牛的母牛 把他们紧紧套在车上 把小牛关在棚里 他们又把耶和华的约柜 装金老鼠和痴疮象的盒子 都放在车上 牛向着博士迈的路上直奔 如同走在一条大路上 一面走一面叫 不偏左也不偏右 费力士各城的首领 在后面跟着走 直到博士迈的边界 那时博士迈人正在谷中收割麦子 他们举目观看 看见了约柜 就欢欢喜喜迎见约柜 牛车到了博士迈人约舒亚的田间 就停在那里 那里有一块大石 他们把坐那车的木料劈开 又把那两只母牛做梵祭献给耶和华 立位人把耶和华的约柜 与他一同送来装有精器的盒子 都搬了下来 放在大石上 那一天 博士迈人向耶和华献上梵祭 又献上其他的祭 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了 当天就回以格伦去 这些金质窗就是非利士人 耶和华约柜的那块大石 直到现在 还是在博士迈人约舒亚的田间 是一个证物 耶和华因为博士迈人偷窥他的约柜 就击杀他们 他击杀了七十人 众人因为耶和华用大灾击杀他们 就哀哭起来 博士迈人说 在耶和华这位圣洁的神面前 谁能站立得住呢 他可以从我们这里上到哪里去呢 于是他们派遣使者到基列野林的居民那里去 对他们说 非利士人把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 你们下来把他接到你们那里去吧 撒姆尔记上第七章 基列野林人就前来 把耶和华的约柜抬上去 他们把他抬到山上雅比拿达的家中 又把他的儿子以利亚萨分别为圣 看守耶和华的约柜 约柜停留在基列野林很久 有二十年之久 以色列全家都痛悔寻求耶和华 于是撒姆尔对以色列全家说 如果你们一心归向耶和华 就当把外族的神和亚斯塔路 从你们中间除掉 专心归向耶和华 单单侍奉他 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以色列人就除掉众巴力和亚斯塔路 单单依奉耶和华 撒姆尔又说 你们要把以色列众人都聚集在 米斯巴 我好为你们向耶和华祷告 于是他们聚集在米斯巴 打了水 交电在耶和华面前 当日他们进食 并且在那里说 我们得罪了耶和华 撒姆尔就在米斯巴 治理以色列人 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集合在米斯巴 各成的领袖就上来攻打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听见了都害怕起来 以色列人对撒姆尔说 请你不要静默 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吧 好叫他拯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撒姆尔就牵来一只还在吃奶的羊羔 把他做全生的繁祭献给耶和华 又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呼求 耶和华就应允他 撒姆尔正在献上繁祭的时候 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 当天 耶和华发出极大的雷声 攻击非利士人 使他们溃乱 他们就在以色列人面前被击败 于是 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去 追赶非利士人 击杀他们 直到搏甲的下边 撒姆尔搬来了一块石头 把他树立在米斯巴和扇之间 给这块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 说 直到现在 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这样 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 不再侵犯以色列的境界 撒姆尔在世的日子 耶和华的手一直攻击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从以色列人夺得的城市 自以格伦直到加特 都归还以色列人 属于这些城市的四境 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中夺回 那时 以色列人和亚摩利人和平相处 撒姆尔终生做以色列人的逝世 他每年都寻回伯特利 吉甲和米斯巴 在这些地方治理以色列人 然后 他回到拉玛 因为他的家在那里 他也在那里治理以色列人 并且在那里 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 撒姆尔记上第八章 撒姆尔年老的时候 立了他的儿子做以色列人的逝世 他的长子名叫约尔 次子名叫雅比亚 都在别士巴做逝世 两个儿子都没有行撒姆尔的道路 反而转去追求不义之财 收受贿赂 趋往正直 于是以色列所有的长老都集合起来 到拉玛去见撒姆尔 对他说 你老了 看啊 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路 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 治理我们 好像列国一样 他们说 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 治理我们 这件事使撒姆尔很不高兴 他就祷告耶和华 耶和华对撒姆尔说 众民对你所说的一切 你只管听从 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 而是厌弃我 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自从我把他们从埃及领上来的那天起 直到现在 他们怎样离开我 侍奉别的神 他们对我所行的一切 也照样对你行 现在 你只管听从他们的话 但必须郑重警告他们 告诉他们 那要统治他们的王 要怎样治理他们 于是 撒姆尔把耶和华所讲的一切话 都告诉那些向他要求一个王的民众 说 那要统治你们的王 将这样治理你们 他必征用你们的儿子 派他们做他的战车兵 继兵 在车前奔走的前锋 又派他们做千夫长 五十夫长 替他耕田 收他的庄稼 替他制造作战的武器 和战车上的装备 他必征用你们的女儿 做配香膏的 烧饭的 和烤饼的 他必夺去你们最好的田地 葡萄园和橄榄园 赐给自己的臣仆 你们撒种所得的 和葡萄园所出的 他都征收十分之一 赐给他的太监和臣仆 他又必征收你们的仆碑 最精壮的青年和驴 替他工作 你们的羊群 他要征收十分之一 连你们自己 也做他的奴仆 到时 你们必因 你们为自己拣选的王 而哀求 那时 耶和华 却不应允你们 众民 竟不肯听从 撒姆尔的话 说 不 我们要一个王 治理我们 让我们也像列国一样 有自己的王治理我们 率领我们出征 为我们作战 撒姆尔听了 众民的一切话 就向耶和华 复述 耶和华 对撒姆尔说 你只管听从他们的话 为他们立一个王 于是 撒姆尔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个人 回自己的城去吧 撒姆尔记上 第九章 有一个变亚敏人 名叫基士 是雅别的儿子 雅别是喜罗的儿子 喜罗是比哥拉的儿子 比哥拉是亚非亚的儿子 这变亚敏人是个大财主 他有一个儿子 名叫扫罗 既年轻又英俊 在以色列人中 没有一个能比他更英俊的 他比人高出一个头 扫罗的父亲基士 有几头母驴走失了 他就对他的儿子扫罗说 你带一个仆人 动身去寻找母驴吧 扫罗走遍以法连山地 又走遍沙利沙地 但他们都没有找到 他们又走遍沙林地 母驴也不在那里 又走遍遍亚敏地 还是找不到 他们到了苏佛地 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 来 我们回去吧 恐怕我父亲不为母驴挂心 反而为我们担忧了 仆人对他说 看哪 这城里有一位神人 很受人敬重 他所说的都必应验 现在我们到他那里去吧 也许他会告诉我们当走的路 扫罗对仆人说 如果我们去 有什么可以送给那人呢 因为我们带礼的食物都已经用尽了 也没有礼物可以送给那神人 我们还有什么呢 仆人回答扫罗 看哪 我手里有三颗银子 可以送给那神人 请他告诉我们应该走的路 从前在以色列中 有人去求问神的时候 就这样说 来 我们去见仙剑吧 因为今天称为仙知的 从前称为仙剑 扫罗对仆人说 你说得好 来 我们去吧 于是他们到那神人所住的城里去 他们正上山坡 要进城的时候 就遇见几个少女出来打水 他们就问那些少女 仙剑在这里吗 那些少女回答他们说 在这里 他就在你们前面 现在快去吧 他今天正到这城里来 因为今天在秋坛上 人民有献祭的事 你们一进城 在他登上秋坛吃祭物之前 必遇见他 因为他未到 众人不能先吃 他必先为祭物注谢 然后客人才可以吃 现在你们上去吧 今天你们必可遇见他 于是二人上那城去 他们正进城的时候 撒姆尔就迎着他们出来 要上秋坛去 原来在扫罗来到的前一天 耶和华已经启示撒姆尔说 明天大约这个时候 我要拆派一个人 从汴亚敏地到你那里去 你要高丽他 做我子民以色列人的领袖 他要拯救我的子民 脱离非力士人的手 我眷顾了我的子民 因为他们的哀求 已经达到我这里 撒姆尔看见了扫罗 耶和华就对撒姆尔说 你看 这就是我对你所说的那人 他要统治我的子民 扫罗在城门口 走进撒姆尔跟前 说 请告诉我 仙剑的家在哪里 撒姆尔回答扫罗 我就是仙剑 请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 今天你们要与我一同吃饭 明天早晨 我就送你回去 你心里的一切事 我都会告诉你 至于你前三天 失了的母驴 你不必为他们担心 因为都已经找到了 以色列众人 所渴求的是谁呢 不是你和你的父家吗 扫罗回答 我不是以色列众支派中 最微小的汴亚敏人吗 我的家族 不是汴亚敏支派的家族中 最微小的吗 你为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撒姆尔把扫罗和扫罗的仆人 领进了客厅 使他们坐在客人中的首位 那里约有三十人 撒姆尔对厨师说 我教给你 吩咐你存放好的那一份鸡肉 现在可以拿来 厨师就把那条腿肉拿上来 摆在扫罗面前 撒姆尔说 这是为你留下的 现在摆在你面前 请吃吧 因为这是我邀请众人的时候 特地为这时刻保留的 于是 当天扫罗就与撒姆尔一同吃饭 他们从秋潭下来 进到城里 撒姆尔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 他们清早起来 天快亮的时候 撒姆尔在房顶上呼叫扫罗说 起来吧 我要送你回去 扫罗就起来 于是 他与撒姆尔二人一起到外面去 他们下到城边的时候 撒姆尔对扫罗说 吩咐你的仆人先走 仆人就先走了 你暂且留在这里 我好把神的话讲给你听 撒姆尔记上第十章 撒姆尔拿了一瓶高油 倒在扫罗的头上 又与他亲嘴 说 依和华不是已经高丽你 做他产业的领袖吗 今天 你离开我以后 在宾阳敏境内的谢萨 靠近拉结坟墓的旁边 必遇见两个人 他们会对你说 你去寻找的那几头母驴 已经找到了 现在你父亲放下了母驴的事 反而为你担忧 说 我为我的儿子要怎么办呢 你要从那里再往前去 直到他伯的橡树那里 必遇见三个上伯特利去敬拜神的人 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 一个带着三个饼 一个带着一啤带酒 他们必向你问安 并且给你两个饼 你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 然后 你要到神的山去 那里有非力士人的驻军 你进城的时候 会遇见一般先知 从秋坛上下来 在他们前面 有鼓塞的 打鼓的 吹笛的 弹琴的 他们都受感说话 依和华的灵 必大大感动你 你就要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 变成另一个人 这些征兆临到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见机行事 因为神与你同在 你要在我已先下到吉甲去 我也要下到你那里去 献凡祭和平安祭 你要等候七天 等我到了你那里 只是你所当行的 扫罗转身离开撒姆尔的时候 神就改变了他 赐给他一颗星星 那一天 这一切征兆都实现了 扫罗到了那山 有一般先知迎面而来 神的灵大大感动他 他就在他们中间受感说话 所有以前认识扫罗的人 看见他和他们一起受感说话 就彼此说 机事的儿子怎么了 扫罗也列在先知中间吗 那里有一个人回答 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 因此后来有句俗语说 扫罗也列在先知中间吗 扫罗受感说话完了以后 就到秋坛去了 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的仆人说 你们到哪里去了 他回答 找母驴去 我们找不到就去见撒母耳 扫罗的叔叔说 你把撒母耳对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 扫罗对他叔叔说 他清楚地告诉我们 母驴已经找到了 至于撒母耳所说有关王国的事 扫罗却没有告诉他的叔叔 撒母耳召集住民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 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我把你们以色列人从埃及带上来 我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又救你们脱离所有欺压你们的列国人的手 你们今天却离弃了那位拯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和困苦的神 净对他说 求你立一个王统治我们 现在 你们要按着你们的支派和家族 站在耶和华面前 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都进前来 抽签抽中了汴亚敏支派 他又使汴亚敏支派按着家族进前来 抽签抽中了马特利 再抽签抽中了基氏的儿子扫罗 众人寻找他 却找不到 于是他们求问耶和华 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 耶和华说 他躲在那些物件中 他们就跑过去 把他从那里领出来 他站在众人中间 比众人都高出一个头 撒母耳对众民说 你们看见耶和华所拣选的人没有 在众人中 没有一个可与他相比 众人就大声欢呼 愿亡万岁 撒母耳把国法对众人述说了 又记在书上 存放在耶和华面前 然后遣散众人 各回自己的家去了 扫罗也回基比亚自己的家里去了 有一些勇士与他一起回去 他们的心都被神感动 但是有些流氓说 这人怎能拯救我们呢 就藐视他 也没有送他礼物 扫罗却没有说什么 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 亚门人拿霞上来 安营攻击激烈亚比 所有的亚比人都对拿霞说 你与我们立约 我们就服侍你 亚门人拿霞对他们说 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条件 我要弯出你们个人的右眼 用来羞辱以色列众人 亚比的长老对他说 请你宽限我们七天 好让我们拆遣使者 到以色列的全境去 如果没有人拯救我们 我们就出来向你投降 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 把这些话说给众民听 众民就都放声大哭 那时扫罗正从田里赶牛回来 问说什么事啊 为什么人都在哭呢 于是有人把亚比人的话告诉他 扫罗听了这些话 神的灵大大感动他 他就非常愤怒 他牵来一对牛 把他们切成碎块 交给使者 送到以色列的全境去 说 不出来跟从扫罗和撒末尔的 他的牛也必受到这样的对待 因众民惧怕 伊和华 他们就都出来 如同一人 扫罗在比塞 数点他们 以色列人 共有三十万 犹大人 有三万 扫罗对前来的使者说 你们要这样对激烈 亚比人说 明天中午 你们必得拯救 使者回去告诉激烈 亚比人 他们就欢喜了 亚比人 对雅门人说 明天我们出来 向你们投降 你们看怎么好 就怎么带我们吧 第二天 扫罗把众人分成三对 在沉耕的时候 他们进了亚门人的营中 击杀他们 直到中午 残余的人都兴散了 他们中间 没有两个人留在一起的 众民对撒末尔说 那说扫罗怎能做 我们的王的是谁呢 把那些人交出来 我们好杀死他们 扫罗说 今天不可以杀人 因为今天是耶和华 在以色列中 施行拯救的日子 撒末尔对众民说 来吧 我们往吉甲去 好在那里 重新建立王国 众民就都到吉甲去 在那里 在耶和华面前 立扫罗为王 又在那里 在耶和华面前 献平安祭 扫罗和以色列 众民都在那里 非常欢喜 撒末尔记上第十二章 撒末尔对以色列人说 看啊 我已经听从了你们 向我所说的一切话 为你们立了一个王 现在 有着王领导你们 至于我 我已经年老法白 我的儿子 也都在你们那里 我自幼年 直到今日 都领导你们 看啊 我在这里 你们只管 在耶和华面前 以及在他的受高者面前 作证指控我 我夺过谁的牛 抢过谁的驴 欺负过谁 虐待过谁 从谁手里 受过贿赂 以致我的眼睛 因此被蒙住呢 如果有 我必偿还给你们 他们回答 你没有欺负过我们 没有虐待过我们 也没有从谁手里 取过什么东西 撒姆尔对他们说 今天 耶和华在你们中间 做见证 他的高利者 也做见证 你们在我手里 没有找到什么 他们说 愿他作证 撒姆尔对人民说 从前 选利摩西和亚伦 又把你们的列祖 从埃及地 领上来的 是耶和华 现在 你们要站住 我要在耶和华面前 与你们讲论 耶和华 向你们的列祖 所行一切公义的事 从前 雅各到了埃及 后来 你们的列祖 哀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 拆遣摩西和亚伦 去把你们的列祖 从埃及领出来 又使他们 在这地方居住 他们却忘记了 耶和华他们的神 神就把他们交在 下所的将军 西西拉的手中 以及 非力士人和 摩押王的手中 于是 这些人 常常攻打他们 他们就 哀求 耶和华 说 我们犯了罪 因为我们背弃了 耶和华 又去服侍巴利 和亚斯塔路 现在 求你救我们脱离 仇敌的手 我们就必侍奉你 于是 耶和华 拆遣耶路巴利 彼旦 耶福他 撒摩尔 救你们脱离 四围仇敌的手 你们才可以安然居住 可是 你们看到 亚门王拿侠来攻击你们 就对我说 不行 我们要有一个王来统治我们 其实 耶和华 你们的神 是你们的王 现在 你们所拣选 所要求的王 在这里 看啊 耶和华 已经立了一个王 统治你们 如果 你们敬畏耶和华 侍奉他 听从他的话 不违背他的命令 你们和统治你们的王 就必跟从 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但是 如果你们不听从 耶和华的话 违背他的命令 耶和华的手 就必攻击你们 好像攻击你们的列祖一样 现在 你们要站着 看耶和华 在你们眼前 将要施行的这件大事 现今不是收割麦子的时候吗 我要向耶和华呼求 他就会打雷降雨 你们就可以知道 又可以看见 你们为自己要求立王的事 在耶和华看来 是行了极大的恶事 于是 撒姆尔向耶和华呼求 耶和华就在那天打雷降雨 众民就非常惧怕 耶和华和撒姆尔 众民对撒姆尔说 求你为仆人 向耶和华你的神祷告 免得我们死亡 因为我们为自己要求立王的事 是在我们的一切罪上 又增加了这一件恶事 撒姆尔对人民说 不要惧怕 虽然你们行了这一切恶事 只是不可偏离不跟随耶和华 总要一心侍奉他 不可偏离耶和华 去追随那些空虚的偶像 因为他们本是空虚的 对人没有什么益处 也不能救人 耶和华为了自己的大明的缘故 必不丢弃他的子民 因为他喜欢使你们做他的子民 至于我 我绝不停止为你们祷告 以致得罪耶和华 我要把善道正路教导你们 你们只要敬畏耶和华 他从以色列人中为自己拣选了三千人 两千人和扫罗一同住在密抹和伯特利山 一千人与约拿丹一同住在汴亚敏的基比亚 其余的人 扫罗都遣散他们各回自己的家去了 约拿丹攻打非力士人在加巴的驻军 非力士人听见了 扫罗就在全地吹脚说 让西伯来人都听见 以色列众人听说扫罗攻打了非力士人的驻军 又听说非力士人憎恨以色列人 就映照在吉甲跟随扫罗 非力士人聚集起来 要与以色列人交战 他们有战车三千辆 继兵六千人 步兵像海边的沙那么多 他们上来 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 以色列人看见自己的情况危急 处境窘迫 众人就藏在山洞、盐穴、地洞里和地坑之中 有些西伯来人渡过了约旦河 逃到迦德和基列地 但是扫罗仍然留在吉甲 跟随他的众人都恐惧战惊 扫罗照着撒姆尔锁定的日期等了七天 但撒姆尔还没有来到吉甲 众人就离开扫罗散去了 扫罗说 你们把凡记和平安记带到我这里来 他就献上凡记 他刚刚献完了凡记 撒姆尔就来到了 扫罗出去迎接他 向他问安 撒姆尔说 你做了什么事 扫罗回答 因为我看见众民都离开我散去了 你有没有照所定的日子来到 而非力士人正在密抹聚集起来 我心里想 非力士人现在就要下到吉甲来攻打我 我却还没有向耶和华求恩 所以 我就勉强自己把凡记献上了 撒姆尔对扫罗说 你做了糊涂事了 你没有谨守 耶和华你的神 吩咐你的命令 如果你谨守 耶和华就必在以色列中 坚立你的王位 直到永远 但现在 你的王位必不长久 耶和华已经为自己 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 立他做自己子民的领袖 因为 你没有谨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于是 撒姆尔动身 从吉甲上变亚敏的基比亚去 扫罗数点跟随他的人 约有六百人 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 以及跟随他们的人 都停留在汴亚敏的迦巴 非利士人却在密抹安营 有突击队从非利士人的营里出来 分成三队 一队往俄弗拉向苏亚地去 一队往伯和伦去 一队往喜波因谷对面的境界向旷野去 那时 以色列全地找不到一个铁匠 因为非利士人说 恐怕西伯来人制造刀剑或枪矛 以色列众人要磨锄头、梨头、斧头和铲子 就各自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 磨锄头或梨头的价钱是七克银子 磨三尺叉 斧头或刺磅的价钱是四克银子 所以到了征战的时候 跟随扫罗和约纳丹的住民 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或枪的 只有扫罗和他的儿子约纳丹有刀枪 有一队非利士人的驻军出到密抹的爱口去 撒母尔记上第十四章 有一天扫罗的儿子约纳丹对替他拿武器的仆人说 来 我们过到非利士人的驻军那边去 但他没有告诉父亲 那时扫罗在基比亚的边界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 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 其中由雅西图的儿子雅西亚带着以弗德 雅西图是以加伯的哥哥 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 以利从前在释罗做耶和华的祭司 约纳丹去了 众人都不知道 约纳丹设法要经过那个爱口 到非利士人的驻军那里去 爱口的两边各有一个山峰 一个名叫波靴 另一个名叫西尼 一个高峰向北与密抹相对 另一个向南与加巴相对 约纳丹对替他拿武器的仆人说 来 我们过到这些未受割礼的人的驻军那里去 也许耶和华会为我们动工 因为不论人多或人少 都不能妨碍耶和华施行拯救 替他拿武器的仆人对他说 照你的心意做吧 去吧 我必与你同心 约纳丹说 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 让他们看见我们 如果他们对我们这样说 你们站住 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 我们就站在原地不上他们那里去 如果他们对我们这样说 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吧 我们就上去 这就是我们的凭据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他们交在我们的手里了 他们二人就让非力士人的驻军看见 非力士人说 看哪 有希伯来人从他们躲藏的洞里出来了 驻军中 有人应声对约纳丹和替他拿武器的人说 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吧 我们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 约纳丹对替他拿武器的人说 你跟我上去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了 约纳丹手脚并用地爬了上去 替他拿武器的人跟着他 非力士人在约纳丹面前倒下 替他拿武器的也跟在后面 把他们杀死 约纳丹和替他拿武器的第一次杀敌 约杀死了二十人 都是在四分之一公顷的范围内杀的 于是在营房里 在田野中和在众人中间都有恐慌 驻军和突击队也都恐惧 地也震动 这是从神而来的恐惧 在遍雅敏的基比亚 扫罗的瞭望兵 看见非力士人的大军溃败四处逃窜 于是扫罗对跟随他的众名说 你们数点一下 看看谁从我们这里出去了 他们一数点 就发现约纳丹和替他拿武器的不在那里 扫罗对亚西亚说 把神的约柜运来 因为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 扫罗正对祭司说话的时候 非力士营中的骚乱越来越大 扫罗就对祭司说 住手吧 扫罗和所有跟随他的人就聚集起来 到了战场就看见非力士人用刀互相击杀 十分混乱 那些从前归顺非力士人的西伯来人 就是混杂在营里与非力士人一起上来的 现在也转过来 与那些跟从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在一起 那些躲藏在以法连山地的以色列众人 一听见非力士人逃跑 也就在战场上紧紧追赶他们 那一天 耶和华拯救了以色列人 战争伸展到伯雅文 那一天 以色列人处境很窘迫 因为扫罗叫众人启示说 不等到晚上 不等到我向仇敌报了仇 就吃食物的 那人必受咒诅 所以众民都没有尝过食物 众人进了树林 林中地上有蜂蜜 他们进了树林 看见有蜂蜜流出来 却没有人敢伸手取蜜入口 因为众人都害怕所起的事 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众民所起的事 所以伸出手中的杖 用杖头站在封房里 转手送进口里 他的眼睛就明亮了 众民中有一个人说 你父亲曾经叫众人严严的启示说 今天吃食物的 那人必受咒诅 所以众人都疲乏了 约拿丹说 我父亲连累了这地的人 你们看 我尝了这一点蜂蜜以后 我的眼睛就明亮了 今天众民若是随意吃了从他们的仇敌夺得的东西 不是更好吗 如今被击杀的非力士人不是更多吗 那一天 他们击杀非力士人 从蜜蜜直到雅雅伦 众人都非常疲乏了 就急忙抢夺战利品 他们捉住了羊 牛或牛犊 就地宰杀 带着血一起吃了 有人告诉扫罗说 众民吃了带着血的肉 得罪了耶和华了 他说 你们做了不忠的事了 立刻把一块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 扫罗又说 你们分散到众人中去 对他们说 你们个人要把自己的牛羊带到我面前来 在这里宰了吃 不可吃带着血的肉 得罪耶和华 于是当天晚上 众人都各把自己的牛羊带到那里宰了 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 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祭坛 扫罗说 我们趁着晚上下去追赶非力士人 抢掠他们 直到天亮 不让他们留下一人 他们说 你看怎样好 就怎么行吧 但祭司说 我们先在这里亲近神 扫罗求问神 我可以下去追赶非力士人吗 你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吗 那天神没有回答他 扫罗说 民间的众领袖啊 你们都要走进这里来 你们要查看今天我们犯了什么罪 我指着拯救以色列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即使是我的儿子约拿丹犯了罪 他也一定要死 众人中没有一人回答他 于是扫罗对以色列众人说 你们站在这里 我和我的儿子约拿丹站在那边 众民回答扫罗 你看怎么好就怎么行吧 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求你只是实情 于是抽签 抽中了约拿丹和扫罗 众民都没事 扫罗说 你们再抽签 看是我 或是我的儿子约拿丹 结果抽中约拿丹 扫罗对约拿丹说 告诉我 你做了什么事 约拿丹告诉他 我用我手中的杖头 尝了一点蜂蜜 我在这里 我愿意死 扫罗说 约拿丹啊 你必定要死 否则 愿神加倍惩罚我 众民对扫罗说 约拿丹在以色列人中 行了这样大的拯救 难道一定要他死吗 绝对不可以 我们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连他一根头发 也不可落在地上 因为他今天是与神一同做公 这样 众民救了约拿丹 使他免了一死 扫罗上去 不再追赶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扫罗取得了以色列的王国以后 常常攻打四围的一切仇敌 就是摩押人 亚门人 以东人 索巴众王和非利士人 他无论往哪里去都得到胜利 扫罗行事勇敢 击败了亚玛利人 把以色列人从抢掠他们的人手中救了出来 扫罗的儿子是约拿丹 易施伟和麦基舒雅 他的两个女儿 长女名叫米拉 次女名叫米甲 扫罗的妻子名叫亚西暖 是亚西玛斯的女儿 扫罗军队的元帅名叫亚尼尔 是尼尔的儿子 尼尔是扫罗的叔叔 扫罗的父亲基氏和亚尼尔的父亲尼尔 都是雅别的儿子 扫罗的一生常常与非利士人有猛烈的征战 每逢扫罗看见任何勇士或有能力的人 就都招募归他 撒姆尔记上第十五章 撒姆尔对扫罗说 耶和华差遣我高丽你 做他子民以色列的王 所以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 亚玛利人对他们所行的 在路上攻击他们的事 我必要惩罚 现在你要去攻打亚玛利人 彻底毁灭他们所有的一切 不可怜惜他们 无论男女、孩童或吃奶的婴儿 牛羊、骆驼、驢子都要杀死 于是扫罗招聚众人 在提拉因数点他们 共有步兵二十万 另有犹大人一万 扫罗到了亚玛利人的城市 就在山谷中设下伏兵 扫罗又对基尼人说 你们走吧 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 免得我把你们 与他们一同消灭 因为以色列众人 从埃及上来的时候 你们曾经以慈爱待他们 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 扫罗急杀亚玛利人 从哈斐拉直到埃及东的舒尔 生情了亚玛利人的王雅甲 用刀杀灭了所有人民 但扫罗和众人联习雅甲 也爱惜上好的牛羊、肥牛毒、羊羔和一切美好的东西 他们不愿彻底毁灭这些 凡是卑贱的、没有价值的 他们就彻底毁灭 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姆尔说 我后悔立了扫罗为王 因为他已经离去不跟随我 也不执行我的命令了 撒姆尔非常愤怒 整夜哀求耶和华 撒姆尔清早起来 要在早晨去见扫罗 有人告诉撒姆尔 扫罗到了加密 在那里为自己立了一座纪念碑 然后转身下到吉甲去了 撒姆尔到了扫罗那里 扫罗对他说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我已经执行了耶和华的命令 撒姆尔说 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的声音 到底是什么呢 扫罗回答 这是众民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 因为他们爱惜这些上好的牛羊 要献给耶和华 你的神为祭 其余的 我们都已经彻底毁灭了 撒姆尔对扫罗说 住口吧 让我把耶和华昨天晚上对我说的话告诉你 扫罗对他说 请说 撒姆尔说 从前 你虽然自以为为小 不是做了以色列众支派的首领吗 耶和华高立了你做以色列的王 差遣你去 说 你去彻底毁灭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 攻打他们 直到把他们全部毁灭 你为什么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 急于夺取战利品 做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呢 扫罗回答撒姆尔 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话 行了耶和华拆遣我行的路 我把亚玛利人的王雅甲带了回来 又把亚玛利人都彻底毁灭了 可是众民 却从那些战利品中 取了应当毁灭之物中上好的牛羊 要在吉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为祭 撒姆尔说 耶和华喜悦凡祭和平安祭 岂向喜悦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呢 听从胜过献祭 听命胜过公养的旨游 因为背逆与行邪术的罪相同 顽梗与败虚无偶像一样 因为你弃绝了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也弃绝了你做王 于是扫罗对撒姆尔说 我犯了罪了 我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话 因为我害怕众人 听从了他们的话 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 与我一同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华 撒姆尔回答扫罗 我不与你一同回去 因为你弃绝了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也弃绝你做以色列的王 撒姆尔转身要走 扫罗拉着他外袍的一边 一边就撕裂了 撒姆尔就对他说 今天 耶和华把以色列国从你身上撕裂 赐给比你更好的人 以色列的大能者 必不说谎 也不后悔 因为他不是世人 他绝不后悔 扫罗说 我犯了罪了 但是求你在我人民的长老面前 和以色列人面前给我面子 与我一同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 于是撒姆尔跟着扫罗回去 扫罗就敬拜耶和华 随后撒姆尔说 把亚玛利人的王雅甲 带到我这里来 雅甲欢欢喜喜走到他面前 心里说 死亡的痛苦必定过去了 撒姆尔说 你的刀怎样使妇人丧子 你的母亲在妇人中 也要怎样丧子 于是撒姆尔在吉甲 在耶和华面前 把亚甲斩成碎块 后来撒姆尔回拉玛去 扫罗也上他住所的 基比亚自己的家去了 撒姆尔直到死的日子 再没有看见扫罗 撒姆尔为扫罗悲伤 因为耶和华后悔 立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王 撒姆尔记上第十六章 耶和华对撒姆尔说 你为扫罗悲哀要到几时呢 我已经弃绝他做以色列的王了 你把高油盛满了脚 然后去吧 我要拆派你到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 因为我在他的众子中 已经预定了一个为我做王 撒姆尔说 我怎能去呢 扫罗听见了 必定杀我 耶和华说 你可以带一头母牛毒去 就说 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 你要请耶西参加献祭的言习 我就会指示你当做的 我指示你的那人 你要为我高丽他 于是撒姆尔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行 他到了伯利恒的时候 城里的长老就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 说 你是为平安来的吗 他回答 是为平安来的 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 你们要自节 与我一同参加献祭的言习 撒姆尔使耶西和他的儿子自节 邀请他们来参加献祭的言习 他们来到的时候 撒姆尔看见以利亚 就心里想 在耶和华面前的这位 必是他所要高丽的 但耶和华对撒姆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高大的身材 因为我不拣选他 耶和华看人不向人看人 人是看外表 耶和华是看内心 耶西叫雅比拿达在撒姆尔面前经过 撒姆尔说 这也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 耶西又叫沙玛经过 撒姆尔说 耶和华也不拣选这个 耶西叫他的七个儿子都在撒姆尔面前经过 但撒姆尔对耶西说 这些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 撒姆尔问耶西 孩子们全都在这里吗 耶西回答 还有一个最小的正在牧羊 撒姆尔对耶西说 你派人去把他带来 因为他没有来到以前 我们绝不入席 耶西就派人去把大卫带回来 他面色红润 眼目清秀 外貌英俊 耶和华说 就是这一个 你起来高丽他吧 撒姆尔就拿起成油的脚 在他的胸掌中高丽他 从那天起 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 后来撒姆尔动身 往拉玛去了 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 有恶鬼从耶和华那里来惊扰他 扫罗的臣仆对他说 看哪有恶鬼从神那里来惊扰你 愿我们的主吩咐你面前的臣仆 去寻找一位善于弹琴的人 从神那里来的灵 灵到你身上的时候 他可以弹琴你就好了 扫罗对他的臣仆说 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 带到我这里来 有一个仆人回答 我见过伯利恒人耶稀的一个儿子 他善于弹琴 是个大能的勇士 又是个战士 弹土合宜 容貌俱美 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于是扫罗派遣使者去见耶稀说 请你叫你放羊的儿子大卫 到我这里来 耶稀就牵来一头驴子 铺上饼 一皮带酒 和一只山羊糕 交给他的儿子大卫送给扫罗 大卫到了扫罗那里 就势力在他面前 扫罗很爱他 他就做了替扫罗拿武器的人 扫罗再派人到耶稀那里去 说 请你让大卫势力在我面前吧 因为我喜欢他 每逢从神那里来的恶魔 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 大卫就拿起琴来弹奏 扫罗就舒服畅快 恶鬼也离开了他 撒姆尔记上第十七章 非利士人聚集他们的军队作战 他们聚集在属犹大的苏哥 在苏哥和亚西家之间的 以伏大名安营 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起来 在以拉谷安营 他们列出战阵 要迎接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 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 中间有山谷分隔 有一个挑战的人 从非利士人的军营中出来 名叫哥利亚 是加特人 身高三公尺 他头戴铜盔 身穿铠甲 铠甲的铜重五十七公斤 他的腿上有铜护膝 两肩之间背着一根铜枪 另外 他手上拿着毛 毛杆有织布的肌轴那么粗 毛头的铁重七公斤 还有一个拿大盾牌的人 在他前面走 哥利亚站着 向着以色列人的军队喊叫 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出来这里 百列战阵呢 我不是非利士人吗 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 你们自己挑选一个人 叫他下到我这里来吧 如果他能与我决斗 击杀了我 我们就做你们的奴仆 但是 如果我能胜过他 击杀了他 你们就做我们的奴仆 服侍我们 那非利士人又说 今天我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 你们派一个人出来 我们可以决斗 扫罗和以色列众人 听见了那非利士人 所说的这些话 就都惊慌 非常害怕 大魏是犹大伯利恒的 以法他人耶稀的儿子 耶稀有八个儿子 在扫罗的日子 耶稀已经老迈了 耶稀的三个大儿子 跟随了扫罗去作战 去了作战的这三个儿子的名字是 长子 大魏是最小的 那三个年长的都跟随扫罗去了 大魏有时离开扫罗 回到伯利恒 牧放他父亲的羊群 那非利士人每天早晚都进前来 站着骂阵 一脸有四十天之久 有一天 耶稀对他的儿子大魏说 你拿着十公斤轰了的果子 和着十个饼去给你的哥哥们 你要跑到营里去 给你的哥哥们 又拿着十块乳酪 去给他们的千夫长 看看你的哥哥们 平安不平安 把他们的家书带回来 扫罗和大魏的哥哥们 以及以色列众人 都在以拉谷 与非利士人作战 大魏清早起来 把羊群 拖给一个看守的人 就照着耶稀所吩咐他的 带着食物去了 他来到军营中的时候 军队正出去列阵 呐喊驻阵 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 都摆列阵势 互相对峙 大魏把身上的东西 留在看守物件的人手中 跑到战阵上去 向他的哥哥们问安 大魏正与他们说话的时候 那个讨战的人 就是加特人的非利士人 名叫哥利亚 从非利士人阵中上来 他说了又是同样的那些话 大魏都听见了 所有的以色列人 一看见那人 就都从他面前逃跑 非常害怕 以色列人彼此说 这个上来的人 你们看见了吗 他上来 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的 如果有人能击杀他 王必赏赐他大财富 把自己的女儿 给他做妻子 并且使他的富家 在以色列中免纳税 免服役 大魏问站在他旁边的人说 如果有人击杀这个非利士人 除去以色列人的耻辱 那人会得到怎样的对待呢 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 竟向永活的神的军队骂阵 于是众民用以上的那些话 回答他说 如果有人能击杀他 那人必得这样的对待 大魏与那些人说话的时候 他的大哥以利亚听见了 就向大魏发怒说 你为什么下到这里来呢 在旷野的那几只羊 你脱了给谁呢 我知道你的骄傲和心里的恶念 你下来是要看打仗 大魏说 我现在做了什么事呢 不是只说了一句话吗 大魏离开他的哥哥 转向另一个人问同样的问题 众民还是用先前的话回答他 有人听见大魏所说的这些话 就告诉扫罗 扫罗就派人去把大魏接来 大魏对扫罗说 大家都不要因这非利士人丧胆 你的仆人要去与这非利士人决斗 扫罗对大魏说 你不能去与这非利士人决斗 因为你年纪还轻 那人从小就做战士 大魏对扫罗说 你仆人是为父亲放羊的 有时狮子或熊来了 从羊群中抓了一只小羊 我就去追赶他 击打他 从他的嘴里把小羊救出来 如果他起来攻击我 我就揪住他的胡须 击打他 把他杀死 你仆人不但击杀过狮子 也击杀过熊 这个未受割离的非利士人 也必像一只狮子或熊一样 因为他向永活的神的军队骂朕 大魏又说 那曾救我脱离狮爪和熊掌的耶和华 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于是扫罗对大魏说 你去吧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扫罗把自己的战袍给大魏穿上 把铜盔戴在他的头上 又给他穿上铠甲 大魏把刀佩戴在战袍上 因为他以前没有穿过 现在试着走一下 大魏对扫罗说 穿戴着这些东西 我不能走动 因为我从前没有穿过 大魏就把这些装备从身上脱下来 他手中拿着自己的杖 又从膝里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 放在口袋里 就是牧人用的那种袋子 手里又拿着甩石的机弦 就向那非力士人走进去 那非力士人也向着大魏慢慢走过来 拿大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 那非力士人观看 看见了大魏就藐视他 因为他年纪还轻 面色红润 外貌英俊 那非力士人对大魏说 难道我是一条狗 你竟拿杖来攻击我 于是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魏 那非力士人又对大魏说 你到我这里来吧 我要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吃 大魏回答那非力士人 你来攻击我是靠刀靠枪 但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你所辱骂的以色列军队的神 今天耶和华要把你交在我手里 我必击杀你看下你的头 今天我还要把非力士人军队的尸体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 这样全地的人就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一位神 也使这些人群都知道 耶和华拯救人不是靠刀不是靠枪 因为战争的胜败在于耶和华 他必把你们交在我们的手里 那非力士人起身迎着大魏慢慢走过来 大魏也赶快往镇上跑去迎战那非力士人 大魏伸手入口袋里 从里面拿出了一块石子来 用鸡弦甩去 击中了那非力士人的前额 石子穿入前额里面 他就扑倒面浮于地 这样大魏用鸡弦和一块石子胜过了那非力士人 大魏击杀了那非力士人 但他手中没有刀 大魏跑过去 站在那非力士人的身边 拿起他的刀来 把刀从窍中拔出来杀死他 又用刀砍下他的头 非力士人看见他们的勇士死了 就都逃跑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就起来 高声呐喊 追赶非力士人 直到加特的入口和以格伦的城门 被刺死的非力士人都倒在沙拉因的路上 直到加特和以格伦 以色列人穷追非力士人回来以后 就抢掠他们的营房 大魏拿起那非力士人的头 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 却把那人的武器放在自己的帐篷里 扫罗看见大魏出去迎战那非力士人 就问元帅亚尼尔 亚尼尔啊 这个年轻人是谁的儿子 亚尼尔回答 我敢指着王起事 我不知道 王说 你去问问这个少年是谁的儿子 大魏急杀了那非力士人回来的时候 亚尼尔迎接他 把他带到扫罗面前 大魏手中还拿着那非力士人的头 扫罗问他 年轻人啊 你是谁的儿子 大魏回答 我是你仆人 伯利恒人 耶稀的儿子 撒姆尔记上 第十八章 大魏对扫罗说完了话 约拿丹的心和大魏的心就身相契合 约拿丹爱大魏如同爱自己的命 从那天起 扫罗就把大魏留下来 不让他回到富家去 约拿丹与大魏立盟约 因为他爱大魏如同爱自己的命 约拿丹把自己身上的外袍脱下来给大魏 又把自己的战衣 刀 弓和腰带都给了他 扫罗无论拆派大魏到哪里去 他都去 并且凡事亨通 于是扫罗立他做军兵的将领 所有的人民和扫罗的臣仆都非常高兴 大魏集杀了那非力士人 与众人一同回来的时候 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 唱歌、跳舞、打鼓、欢呼、集庆迎接扫罗王 妇女们跳舞、歌唱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魏杀死万万 扫罗非常恼怒 不喜欢这话 就说 他们给大魏万万 只给我千千 就只剩下王位没给他 从那天起 扫罗就嫉妒大魏 第二天 从神那里来的恶鬼 降在扫罗身上 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 大魏照常弹琴 扫罗手里拿着枪 扫罗把枪直过去 心里说 我要把大魏赐在墙上 大魏两次避开了他 扫罗惧怕大魏 因为耶和华与大魏同在 却离开了扫罗 因此 扫罗使大魏离开自己 立他做千夫长 大魏就领导众民出入 大魏所行的一切都亨通 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 扫罗看见大魏所行的十分亨通 就怕他 但是 所有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爱大魏 因为他领导他们出入 扫罗对大魏说 我的大女儿米拉在这里 我要把他赐给你做妻子 只要你做我的勇士 为耶和华征战 原来扫罗心里说 我不好亲手害他 让非力士人害他吧 大魏回答扫罗 我是谁 我是什么身份 我富家在以色列人中算得什么 我怎么做王的女婿呢 到了扫罗的女儿米拉该嫁给大魏的时候 扫罗却把他给了米和拉人雅德烈做妻子 扫罗的女儿米甲爱大魏 有人把这事告诉扫罗 扫罗就欢喜 心里想 我要把米甲给大魏 利用米甲做他的陷阱 好让非力士人的手害他 于是扫罗对大魏说 你今天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 扫罗吩咐他的臣仆 你们要私下对大魏说 王喜欢你 他的臣仆也都爱你 现在你要做王的女婿 于是扫罗的臣仆把这些话说给大魏听 大魏说 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 我是个贫穷卑微的人 扫罗的臣仆把大魏所说的这些话都报告了扫罗 扫罗说 你们要对大魏这样说 王不要什么聘礼 只要一百个非力士人的包皮 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 扫罗企图使大魏死在非力士人的手里 扫罗的臣仆把这些话告诉了大魏 大魏就乐意做王的女婿 在日期未满之时 大魏和跟随他的人就起身出去 在非力士人中击杀了二百人 把他们的包皮带回来 满树交给王 要做王的女婿 于是扫罗把他的女儿米甲给大魏做妻子 扫罗看见耶和华与大魏同在 又知道自己的女儿米甲也爱大魏 就更怕大魏 常常与他为敌 非力士人的领袖常常出征 每逢他们出征 大魏做事都比扫罗所有的臣仆 所做得更亨通 所以他的名字极为人尊重 扫罗吩咐他的儿子约拿丹 和他所有的臣仆要把大魏杀死 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非常喜爱大魏 约拿丹告诉大魏 我父亲扫罗正设法要杀死你 所以明天早晨你要小心 留在隐秘的地方里躲藏起来 我会出去到你藏身的那块田那里 站在我父亲旁边和他谈论你的事 我看看情形怎样 然后告诉你 约拿丹向父亲扫罗替大魏说好话 说 王不要得罪你的仆人大魏 因为他没有得罪你 并且他所做的对你大有好处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击杀了那非力士人 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施行了大拯救 那时你看见了也很欢喜 现在你为什么要犯罪 无缘无故杀死大魏 流无辜人的血呢 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 就启示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大魏必不会被杀死 约拿丹叫大魏来 把这一切话都告诉他 约拿丹把大魏带到扫罗那里 他就像以前一样 事后在扫罗面前 后来又有战事 大魏出去与非力士人交战 大败他们 他们就在大魏面前逃跑 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鬼 又临到扫罗身上 那时扫罗坐在屋里 手里拿着枪 大魏正在弹琴 扫罗就想用枪刺杀大魏 把他刺在墙上 但大魏从扫罗面前躲开了 他的枪刺在墙上 那天晚上 大魏逃跑 就逃脱了 扫罗派人到大魏家里去监视他 要在第二天早晨杀死他 大魏的妻子米甲告诉他说 今天晚上你若不逃命 明天就会被杀死 于是米甲从窗口把大魏坠下去 大魏就离开那里逃走 逃脱了 米甲把家中的一尊神像拿来 放在床上 把头枕在用伸羊毛弄成的枕头上 再用衣服盖着 扫罗派人来捉拿大魏 米甲说 他病了 扫罗又派人去看大魏说 你们把他连床一起抬到我这里来 我好杀死他 奉派的人进去 看见床上有一尊家中的神像 头枕在用伸羊毛弄成的枕头上 扫罗问米甲 你为什么这样欺骗我 放了我的仇敌让他逃走呢 米甲回答扫罗 他对我说放我走否则 我要杀死你 大魏逃跑逃脱了 来到拉玛见撒姆尔 把扫罗对他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了撒姆尔 然后他和撒姆尔去拿约住在那里 有人告诉扫罗 大魏住在拉玛的拿约 于是扫罗派人去捉大魏 派去的人看见一群先知正在受感说话 撒姆尔站着带领他们 那时神的灵也临到扫罗的使者身上 他们都受感说话 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扫罗 他就再派别的人去 这些人也受感说话 扫罗第三次派人去 他们也受感说话 后来扫罗也亲自到拉玛去 到了西姑的大井 就问人说 撒姆尔和大魏在哪里 有一个人回答 在拉玛的拿约 扫罗就从那里往拉玛的拿约去 神的灵也临到他身上 他一面走 一面受感说话 直到他到了拉玛的拿约 他脱掉了自己的衣服 也在撒姆尔面前受感说话 那一日 他整天整夜赤着身子躺着 因此有一句俗语说 扫罗也裂在先知中吗 撒姆尔记上第二十章 大魏从拉玛的拿约逃走 来见约纳丹说 我做了什么 我有什么罪孽 我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 他竟巡索我的性命呢 约纳丹对他说 绝对没有这事 你必不会死 我父亲做事 无论大小 没有不让我知道的 为什么这事 他偏要隐瞒着我呢 不会这样的 大魏在启示说 你父亲一定知道 我在你眼中蒙恩 就心里想 不要让约纳丹知道这事 免得他伤心 可是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 又指着你的性命启示 我离死 只差一步 约纳丹对大魏说 你心里想要什么 我必为你做成 大魏就对约纳丹说 你看 明天是初一 我本该与王一同坐席 但是 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里 直到后天晚上 如果你父亲不见我再做 你就说 大魏恳求我 让他赶回他的本城 伯利恒去 因为他全家在那里 有限年纪的事 如果你父亲这样说 好 那么 仆人就平安无事了 如果 他大大发怒 你就知道 他决意要害我了 求你一次爱戴仆人 因为 你曾与仆人在耶和华面前 立蒙约 如果 我有罪孽 你就亲手把我杀死 为什么要把我交给你父亲呢 约纳丹说 绝对没有这事 如果 我知道我父亲决意要害你 我会不告诉你吗 大魏对约纳丹说 如果你父亲严厉地回答你 谁来告诉我呢 约纳丹对大魏说 你来 我们出到田里去吧 他们二人就出到田里去了 约纳丹对大魏说 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作证 明天或后天约在这个时候 我探出了我父亲的意思 如果他对你有好感 那时 我会不派人来告诉你吗 假如 我父亲有意要害你 我若是不告诉你 不让你走 不使你平平安安地离去 愿耶和华加倍惩罚我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好像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 我活着的时候 求你以耶和华的慈爱待我 使我不至于死 我死了以后 耶和华从地上一一剪除大魏的仇敌的时候 你也不可向我的家永远断绝你的慈爱 于是约拿丹与大魏家立盟约 说 愿耶和华 借大魏仇敌的手 追讨违背盟约的罪 约拿丹由于爱大魏 就是大魏在启示 他爱大魏 如同爱自己的命 约拿丹对大魏说 明天是初一 因为你的座位空着 人必注意到你不在 到后天 你要赶快下去 到你以前出世那天藏身的地方 在以色磐石旁边等候 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支剑 好像射剑靶一样 然后 我要派一个仆人去 说 你去把剑找回来 如果 我对那仆人说 看啊 剑在你的后面 把剑拿回来 你就可以回来 因为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你必平安无事 如果 我对仆人说 看啊 剑在你的前面 你就要离去 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 至于 你我之间所说的这事 有耶和华 永远在你我之间作证 于是 大魏在田里藏起来 到了初一 王坐席吃饭 王照常坐在他的座位上 就是靠墙的座位 约拿丹坐在对面 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 大魏的座位却空着 那天扫罗没有说什么 因为他心里想 这是恰巧的事 或许大魏沾染了不洁 还没有得到洁净 次日就是初二 大魏的座位仍是空着 于是扫罗问他的儿子 约拿丹 为什么耶稀的儿子 昨天今天都没有来吃饭呢 约拿丹回答扫罗 大魏恳切地求我 让他回伯利恒去 他说 求你让我去 因为我们的家 在城里有献祭的事 我哥哥吩咐我去 所以 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让我离开 看看我的哥哥们 因此大魏没有来父王的宴席 于是扫罗向约拿丹发怒 对他说 你这邪屁背逆妇人所生的 我岂不知道 你喜悦耶稀的儿子 自取羞辱 也羞辱生你的母亲吗 因为 只要耶稀的儿子 还活在这世上 你和你的国 就不能稳固 现在 你要派人去把他抓到我这里来 因为他是该死的 约拿丹回答他父亲扫罗说 为什么要把他处死呢 他做了什么事呢 扫罗向着约拿丹把枪直过去 要刺杀他 约拿丹就知道 他父亲已经决意要杀死大魏 约拿丹怒气冲冲地 从席间退去 出二这天 他没有吃饭 因为他父亲羞辱了大魏 他就为大魏担忧 到了早晨 约拿丹照着与大魏约定的时候 出到田里去 有一个小童与他在一起 他对那童仆说 你跑去 把我所射的剑找回来 那童仆跑去的时候 约拿丹就把剑射到他前面 那童仆到了约拿丹的剑射到的地方 约拿丹就在那童仆的背后喊叫 剑不是在你的前面吗 约拿丹又在那童仆背后喊叫 赶快跑去 不要停留 那童仆就把剑射起来 回到他主人那里去 那童仆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只有约拿丹和大魏知道 约拿丹把自己的武器交给他的童仆 对他说 你带回城里去吧 那童仆一离去 大魏就从石堆的南边起来 脸浮余地 叩拜了三次 二人互相亲嘴 相对哭泣 大魏哭得更悲痛 约拿丹对大魏说 你平平安安地走吧 我们二人曾指着 耶和华的名启示说 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 也在我的后裔和你的后裔之间作证 直到永远 大魏就起山离开 约拿丹也回城里去了 大魏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 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迎接大魏 对他说 你为什么独自一人 没有人跟随你呢 大魏对亚西米勒祭司说 王吩咐我做一件事 对我说 我差派你 吩咐你去办的这事 你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我已经指示我的仆人在某地会面 现在 你手中有什么 求你给我五个饼 或是别的食物 祭司回答大魏 我手中没有普通的饼 只有圣饼 只有那些没有亲近过女人的年轻人 才可以吃的 大魏回答祭司说 像以往我出征的时候一样 这次我们出征前 确实没有亲近女人 虽然这是一次普通的任务 众仆人的器皿还是清洁的 何况今天这些器皿更加是清洁的 于是 祭司把圣饼给他 因为在那里 没有别的饼 只有陈舍饼 就是那些刚从耶和华面前拿下来 为要换上热的 那天 有一个扫罗的臣仆在那里 留在耶和华面前 他名叫多义 是以东人 是扫罗牧羊人中的领袖 大魏问亚西米勒 你手下有枪 有刀没有 因为亡的事很急迫 所以我手里连刀剑或其他武器都没有带来 祭司回答 有一把刀 是你从前在以拉谷击杀的那菲利士人哥利亚的刀 这刀用不包着 放在以弗德后面 你若是要拿去自用 就拿去吧 因为这里除了这刀以外 再也没有别的武器了 大魏说 没有比这更好的刀了 请你给我吧 那一天 大魏起来 从扫罗面前逃走 到了加特王雅吉那里 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 这不是那地的王大魏吗 那里的妇女不是指着他跳舞歌唱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魏杀死万万吗 大魏把这些话记在心里 他非常怕加特王雅吉 就在众人面前假装神智不健全 在他们手下装疯 在城门的门扇上胡乱吐血 又让唾沫流到胡须上 雅吉就对他的臣仆说 你们看 这个人疯了 你们为什么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呢 难道我缺少疯子吗 你们竟把这人带到我面前发疯 这人怎可以进我的家呢 大魏离开那里逃到雅度兰洞 他哥哥们和他父亲的全家听到了 都下到他那里去 凡是受窘迫的 负债的 心里不满的 都聚集到大魏那里 他就成了他们的领袖 那时跟从他的约有四百人 大魏从那里到摩亚的米斯巴去 对摩亚王说 求你容许我父母来住在你们这里 直到我知道神要为我做什么 于是大魏把他们留在摩亚王那里 大魏住在山寨的日子有多久 他父母也与摩亚王同住多久 迦德先知对大魏说 你不要留在山寨 要到犹大地去 大魏就离开那里 往哈列的森林去了 扫罗听见发现了大魏和跟踪他的人的行踪 那时扫罗在基比亚 坐在山上的一棵垂柳树下 手中拿着枪 众臣仆势力在他周围 扫罗就对势力在他周围的臣仆说 便衙闽人啊 你们要听 耶稀的儿子能把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 他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做百夫长吗 你们竟都同谋陷害我 我的儿子与耶稀的儿子立盟约的时候 没有人告诉我 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仆陷害我 就像今天一样 你们中间也没有人关心我 告诉我 那时 以东人多义 与扫罗的臣仆势力在那里 他回答说 我曾看见耶稀的儿子 到了挪伯雅西图的儿子 雅西米勒那里 雅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 给他粮食 又把菲利士人哥利亚的刀给他 扫罗就派人去把雅西图的儿子 雅西米勒祭司和他父亲的全家 就是在挪伯的众祭司都召了来 他们众人都来见王 扫罗说 雅西图的儿子啊 你要听 他回答 我主啊 我在这里 扫罗对他说 你为什么与耶稀的儿子合谋陷害我 把食物和刀给他 又为他求问神 使他起来陷害我 就像今天一样呢 雅西米勒回答王说 在你所有的臣仆中 有谁像大卫那样忠心呢 他是王的女婿 又是你的卫队的队长 并且在你朝中是受敬重的 我岂是今天才开始为他求问神的呢 绝对不是 请王不要归罪于我和我父的全家 因为这整件事 无论大小 我都不知道 王说 雅西米勒啊 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 王就对势力在他周围的卫兵说 你们转过去 把耶和华的祭司杀死 因为他们与大卫携手 又因为他们知道大卫逃跑 也不告诉我 但王的臣仆不愿下手 害耶和华的祭司 于是王对多义说 你转过去 把祭司击杀 以东仁多义就转过去 把祭司击杀了 那一天 他杀了八十五个穿乙福德的人 又用刀 即杀了祭司城罗伯 无论男女 孩童或吃奶的婴儿 牛、驴或羊 都用刀杀尽 雅西图的儿子 雅西米勒 有一个儿子 名叫雅比亚他 逃过了大难 就逃去跟随大卫 雅比亚他把扫罗 杀害耶和华祭司的事 告诉了大卫 大卫就对雅比亚他说 那一天我见以东仁多义在那里 就知道他必定会告诉扫罗 你付全家每个人的死 我都有责任 你可以住在我这里 不要惧怕 因为那巡索你命的 正在巡索我的命 你与我在一起 就可保安全 撒姆尔记上第23章 有人告诉大卫 看哪 非利式人正在攻击基伊拉 并且抢类河场 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 我可以去击打这些非利式人吗 耶和华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击打非利式人 拯救基伊拉 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 看哪 我们在犹大帝这里尚且惧怕 何况到基伊拉 去攻打非利式人的军兵呢 于是大卫再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回答他说 你只管起来 下到基伊拉去 因为我必把非利式人交在你的手里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到基伊拉去 与非利式人征战 掳走了他们的牲畜 又在他们中间杀戮多人 这样大卫拯救了基伊拉的居民 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 逃到基伊拉去见大卫的时候 是手里带着乙福德下来的 有人告诉扫罗 大卫到了基伊拉 扫罗就说 神把他交在我的手中了 因为他进了一座有门有栓的城 把自己关闭起来了 于是扫罗召集众人去征战 要下到基伊拉去 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大卫知道扫罗设计害他 就对亚比亚他祭司说 把以弗德拿来 大卫说 伊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你仆人确实听见了扫罗想要到基伊拉来 为了我的缘故要毁灭这城 基伊拉人会把我交在扫罗的手里吗 扫罗会照着你仆人所听到的下来吗 伊和卫以色列的神啊 求你告诉你仆人 伊和卫说 他必下来 大卫又说 基伊拉人会把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吗 伊和卫说 他们必把你们交出来 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约有六百人 就起身离开基伊拉到处漂泊 有人告诉扫罗 大卫已经逃离了基伊拉 扫罗救不出去了 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 又住在雅福旷野的山里 扫罗天天寻锁大卫 神却不把大卫交在他手里 大卫惧怕 因为扫罗出来寻锁他的命 那时 大卫住在西福旷野的荷利斯那里 扫罗的儿子约纳丹起身 到荷利斯去见大卫 鼓励他 使他靠神坚强起来 对他说 你不要惧怕 我父亲扫罗的手 必不能害你 你必要做以色列的王 我要在你以下位居第二 这事连我父亲扫罗也知道了 于是他们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了约 大卫仍住在荷利斯 约纳丹却回自己的家去了 西福人上到基比亚去见扫罗 说 大卫不是在我们这里的荷利斯山寨 就是在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上藏着吗 王啊 现在请下来 请你随着你的心愿下来 我们必亲自把他交在王的手里 扫罗说 愿耶和华赐福你们 因为你们关心我 你们要去再确实查看他脚踪所到的地方 有谁看见他在那里 因为有人对我说他非常狡猾 你们要去查看他所有藏身的地方 确定以后再回来见我 我就与你们同去 如果他在本地 我必从犹大的千门万户中 把他搜出来 于是西福人起身 在扫罗以仙到西福去了 那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却在马云旷野 就是在荒野南边的雅拉巴 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 有人告诉大卫 他就下到磐石那里 留在马云旷野 扫罗听见了 就在马云旷野追赶大卫 扫罗在山这边走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却在山那边走 大卫匆匆忙忙逃避扫罗 扫罗和跟随他的人 却四面包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要把他们捉住 那时忽有使者来见扫罗说 请你赶快回去 因为非利式人来突击这地 于是扫罗不再追赶大卫 回去迎战非利式人 因此这地方被称为 希拉哈马西罗杰 大卫从那里上去 住在隐积底的山寨里 扫罗追赶非利式人回来的时候 有人告诉他说 看啊 大卫在隐积底的旷野 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 选出三千精兵 盖令他们到野羊排时去 搜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到了路旁的羊圈 那里有一个洞 扫罗进去大解 那时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正坐在洞里的深处 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 耶和华曾应许你说 我要把你的仇敌 交在你的手里 你可以随意带他 看啊 今天就是时候了 于是大卫起来 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边 事后 大卫为了割下扫罗的衣边 心中自责 就对跟随他的人说 我在耶和华面前 绝对不能这样对待 我主耶和华的受高者 我绝对不能动手攻击他 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大卫用这些话 阻止了跟随他的人 不让他们起来攻击扫罗 扫罗起来 出了山洞 继续走他的路去了 随后大卫也起来 离开了山洞 在扫罗背后呼叫说 我主 我王 扫罗回头向后看的时候 大卫就脸浮于地向他叩拜 大卫对扫罗说 你为什么听信人的话 说大卫想要害你呢 现在你亲眼看到 今天耶和华在山洞里 把你交在我手里 有人叫我杀你 我却爱惜你 我说 我不敢下手伤害我主 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我父啊 请看 你外袍的衣边在我手中 我割下了你外袍的衣边 却没有杀你 你从此可以知道 也可以看出 我手中没有邪恶 也没有过犯 我虽然没有得罪你 你却要列取我的性命 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判断是非 愿耶和华在你身上为我伸冤 我的手却不敢伤害你 正如古时的格言 恶事出于恶人 所以 我的手不敢伤害你 以色列的王出去追捕谁呢 你现在追赶谁呢 不过是追赶一条死狗 一只跳蚤罢了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 断定是非 愿他检查 为我的案件申冤 救我脱离你的手 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这些话 扫罗就说 我儿大卫啊 这是你的声音吗 于是扫罗放声大哭 对大卫说 你比我公义 因为你以良善待我 我却以恶待你 今天你所做的 说明了你以良善待我 因为耶和华把我交在你手里 你却没有杀我 如果人遇见仇敌 怎会让他平平安安离去呢 愿耶和华以你今天对我所做的报答你 现在我知道你必要做王 以色列的王国必在你手里坚立起来 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 不检除我的后裔 也不从我父家消灭我的名 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 扫罗就回自己的家去了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也上山寨去了 撒姆尔记上第25章 撒姆尔死了 以色列众人都聚集起来 为他哀哭 把他埋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家里 大卫起身 下到巴兰的旷野去 在马云 有一个人 他的产业在加密 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有绵羊三千只 山羊一千只 那时 他正在加密剪羊毛 那人名叫拿巴 他的妻子名叫雅比该 这女人既聪明又美丽 但那男人为人粗暴 又形式凶恶 他是个加密族的人 大卫在旷野听说 拿巴正在剪羊毛 就拆派十个仆人 对他们说 你们上加密去剪拿巴 以我的名义向他问安 你们要这样说 愿你长寿 愿你平安 愿你的家平安 愿你所有的一切都平安 现在 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 你的牧人 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侮辱他们 他们在加密的日子 也从没有遗失过什么 你可以问问你的仆人 他们必会告诉你 愿我派来的这些仆人 在你眼前蒙恩 因为我们是在好日子来的 请你把手中所有的 随便赏赐一点给你的仆人 和你的儿子大卫 大卫的仆人到了 就以大卫的名义 把这些话都对拿巴说了 然后等候答复 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 大卫是谁 耶稀的儿子是谁 现在离开主人逃走的仆人 太多了 我怎能把我的饼 我的水 和我为剪羊毛的人 宰杀的肉 给那些我不知道 从哪里来的人呢 于是大卫的仆人 转回原路回去了 他们到了以后 就把这一切话都告诉大卫 大卫对跟随他的人说 你们个人都配上刀 他们个人就配上自己的刀 大卫也配上自己的刀 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四百人 有二百人留下来看守器具 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子 雅比该说 大卫从旷野拆派使者来 向我们的主人问候 主人却辱骂了他们 但是那些人对我们很好 我们在田野与他们往来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侮辱我们 我们也从没有遗失过什么 我们与他们在一起牧羊的日子 他们日夜都做保护我们的墙 现在你要想一想 看看你该怎么办 因为灾祸必定临到我们的主人 和他的全家 他是一个性情凶恶的人 没有人敢对他说话 雅比该急忙拿了两百个饼 两皮带酒 五只预备好了的羊 十七公斤烘好了的碎子 一百个葡萄饼 两百个无花果饼都驮在驴背上 然后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先去 我随着你们来 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他的丈夫拿巴 雅比该骑着驴正从山坡下来 忽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也正从对面迎着他走下来 雅比该就与他相遇了 大卫曾经说过 我在旷野看守这人一切所有的 使他一切所有的 一样也没有失落 实在是白费心机了 他竟然对我以恶报善 如果我让这人一切所有的 就是一个男丁 留到明天早晨 神怎样惩罚大卫的仇敌 愿他也怎样加倍地惩罚我 雅比该见了大卫就急忙从驴背下来 俯伏在大卫面前 脸浮于地向他叩拜 他又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 我王啊 愿这罪孽归我 求你容卑女向你说话 求你听卑女所说的话 请我主不要把这个性情凶恶的人拿巴放在心上 因为他的名字怎样 他的为人也怎样 他名叫拿巴 他也真是愚笨 我主派来的仆人 你的卑女并没有看见 我主啊 现在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 又在你面前启示 耶和华既然阻止了你流人的血 又阻止了你亲手报仇 愿你的仇敌和那些谋害我主的人 都像拿巴一样 现在 请你把卑女给我主带来的这礼物 赐给跟随我主的仆人 求你饶恕你卑女的过犯 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一个坚固的家 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 在你一生的日子里 在你身上也找不到什么过错 虽然有人起来追赶你 寻锁你的命 我主的性命必得保全 在耶和华你的神生命的囊中 至于你仇敌的命 耶和华却要甩去 像从甩食机甩出去一样 将来耶和华照着他应许的一切善待了你 立了你做以色列的领袖的时候 我主就不致因为无缘无故流人的血 或亲自报仇而良心不安 心里有快乐 耶和华恩待了我主以后 求你纪念你的卑女 大卫对雅比该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今天差派你来迎接我 你的智慧和你的为人也是应当称赞的 因为你今天阻止了我流人的血 又阻止了我亲手报仇 我指着那拦阻了我 加害你的永活的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启示 如果你不及时来迎接我 到明天早晨 拿把所有的男丁 必不留一个 大卫从雅比该手中 接受了他带来给他的东西 就对他说 你平平安安回家去吧 你看 我已经听了你的话 也答应了你的请求 雅比该到了拿把那里 他正在家中摆设宴席 好像帝王的宴席一样 拿把心里畅快 喝得烂醉如泥 所以无论大事小事 雅比该都没有告诉他 直到第二天早晨 到了早晨 拿把酒醒了 他的妻子才把这些事告诉他 他就吓得魂不附体 立刻中风瘫痪了 大约过了十天 耶和华击打拿把 他就死了 大卫听见拿把死了 就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为我伸了拿把修辱我的冤 又阻止了仆人行恶 也使拿把的恶归到他自己的头上 于是大卫派人去对雅比该说 要娶他做他的妻子 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 去见雅比该 对他说 大卫差派我们到你这里来 要娶你做他的妻子 雅比该就起来 面浮余地叩拜说 卑女愿意做女仆 洗我主人的脚 雅比该急忙起来 骑上驴 带着五个跟随他的女仆 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 就做了大卫的妻子 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雅兮暖 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子 扫罗已经把他的女儿米甲 就是大卫的妻子 赐给了加陵人拉义的儿子 帕提做妻子 西服人基比亚来见扫罗说 大卫不是在旷野前面的 哈基拉山中躲藏起来吗 扫罗就动身 下到西服旷野去 跟随他的有三千以色列精兵 要在西服的旷野巡索大卫 那时扫罗在旷野前面的 哈基拉山的路旁安营 大卫仍然住在旷野 大卫看见扫罗来到旷野追寻他 就派出探子 知道扫罗已经到了纳康 大卫起来 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 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 尼尔的儿子 亚尼尔睡卧的地方 扫罗睡在军营的中央 众人都在他的周围安营 大卫问赫人 亚西米勒和席鲁亚的儿子 约亚的兄弟 亚比塞说 谁愿与我一起下到 扫罗的营里去呢 亚比塞回答 我愿与你一起下去 于是大卫和亚比塞 趁着夜里到了众军那里 扫罗正躺在军营的中央睡着了 他的毛插在头旁的地上 亚尼尔和众军都躺在他的周围 亚比塞对大卫说 今天神把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了 现在求你容我用毛 把它刺透在地上 一次就够 不必再刺 大卫却对亚比塞说 不可杀死他 因为有谁伸手伤害 耶和华的受高者而无罪呢? 大卫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他或被耶和华击打 或死其道了 或下到战场阵亡了 我在耶和华面前 绝对不敢伸手伤害耶和华的受高者 现在 你可以把扫罗头旁的毛 和水袋拿来 我们就走吧 于是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毛和水袋 他们二人就走了 没有人看见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醒来 他们都睡着了 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睡 然后大卫过到另一边去 远远地站在山顶上 两者之间的距离很远 大卫呼叫众人和尼尔的儿子 大卫对亚尼尔说 亚尼尔啊 你不答话吗 亚尼尔回答说 你是谁 竟敢呼叫王 大卫对亚尼尔说 你不是一个男子汉吗 以色列人中 有谁能与你相比呢 众民中 有一个人来 要杀害王你的主 你为什么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 你所做的这事不好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你们都是该死的 因为你们没有保护你的主 就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毛和水袋在哪里 扫罗认出是大卫的声音 就说 我儿大卫啊 这是你的声音吗 大卫说 我主我王啊 是我的声音 又说 我主为什么这样追赶仆人呢 我做了什么 我手里犯了什么过错 现在求我主我王 听你仆人的话 如果是耶和华激动你攻击我 愿耶和华收纳祭物 如果是人激动你 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 因为他们今天把我赶出来 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 说 你去服事别的神吧 现在 求王不要让我的血流在远离耶和华的地上 因为 以色列王出来寻索我的性命 就像人在山中猎取一只遮孤一样 扫罗说 扫罗说 我有罪了 我儿大卫啊 你回来吧 因为今天你看我的命为宝贵 我必不再害你 看呐 我做了糊涂事了 并且错得很厉害 大卫回答说 看呐 王的毛在这里 可以叫一个仆人过来拿去 耶和华必按着个人的公义和信实报答他 今天耶和华把你交在我手里 我却不愿伸手伤害耶和华的受高者 看呐 我今天怎样看中你的命 愿耶和华也怎样看中我的命 并且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扫罗对大卫说 我儿大卫啊 愿你得福 你必做成你所要做的 也必得胜 于是大卫离去了 扫罗也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撒姆尔记上第27章 大卫心里说 总有一天我会死在扫罗的手里 我倒不如逃奔到非利式人的国土 扫罗对我就会死心 不再在以色列全境寻锁我 我就可以逃脱他的手了 于是大卫起来和跟随他的六百人 都越过边界 到加特王马厄的儿子雅吉那里去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以及他们个人的家眷 都与雅吉一同住在加特 大卫的两个妻子 就是耶色列人雅西暖和做过拿巴妻子的加密人雅比该 也都住在那里 有人告诉扫罗 大卫已经逃到加特去了 扫罗就不再寻锁他了 大卫对雅吉说 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在这地的城市中给我一个地方让我住在那里 为什么要你的仆人与你一同住在王城呢 那天 雅吉就把喜格拉赐给大卫 因此 喜格拉直到今日还是属于犹大王的 大卫在非利式人的乡镇居住的日子 共有一年零四个月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袭击基树人 基瑟人和亚玛利人 这些人自古以来就是这地的居民 居于舒尔到埃及地之间 大卫攻打那地 无论男女都不让一人存活 又掳走了牛 羊 驢子 骆驼和衣服 然后回来 到雅吉那里去 雅吉问 你们今天袭击了什么地方呢 大卫回答 我们袭击了犹大的南方 耶拉密的南部和基尼的南方 无论男女 大卫都不让一人活着带到加特来 他说 恐怕他们把我们的事告诉别人 说大卫做了这样的事 他住在菲利士人乡镇的日子 常常这样做 雅吉相信了大卫 心里说 他在自己的族人以色列中留下了臭名 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 那时菲利士人聚集他们的军队 要与以色列人征战 雅吉对大卫说 你要清楚知道 你和跟随你的人 都要在军队中与我一同出征 大卫回答雅吉说 仆人所能做的事 你都知道 于是雅吉对大卫说 好吧 我要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 那时撒姆尔死了 以色列众人都为他哀哭 把他埋葬在拉玛 他自己的城里 扫罗曾经把交诡的和行巫术的 都从国中除去了 非利士人聚集起来 来到书念安营 扫罗也聚集以色列众人 在基利波安营 扫罗看见了非利士人的军队 就惧怕 他的心大大发抖 扫罗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却没有借着梦 或乌灵 或先知回答他 于是扫罗对他的臣仆说 你们要为我寻找一个能交诡的女人 我好去求问他 他的臣仆回答他说 在尹多尔有一个能交诡的女人 于是扫罗改装一服 带着两个人与他一同去了 他们夜里到了那女人那里 扫罗说 请你用交诡的法术 把我所告诉你的那人 为我招上来 那女人回答他 你是知道扫罗所做的 他已经把交诡的和行巫术的 都从国中剪除了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的命 使我死呢 扫罗指着耶和华启示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你必不因这事受惩罚 那女人问 我要为你招谁上来呢 扫罗回答 为我招撒姆尔上来 那女人看见了撒姆尔 就大声呼叫 那女人对扫罗说 你为什么欺骗我 你就是扫罗 王对他说 不要惧怕 你看见了什么 那女人回答扫罗 我看见 有神灵从地里上来 扫罗问他 他的容貌怎样 他回答 上来的是一个身披外袍的老人 扫罗知道那人是撒姆尔 就脸浮于地 向他叩拜 撒姆尔对扫罗说 你为什么搅扰我 把我招上来呢 扫罗说 我非常苦恼 非利式人正在攻打我 神又离开了我 不再借着先知或异梦回答我 所以 我请你上来 指示我应该怎样行 撒姆尔说 耶和华既然离开了你 又成了你的敌人 你为什么还问我呢 耶和华已经照着 他借我所说的话行了 他把王国从你手中夺去 赐给别人 就是大魏 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 没有执行他对亚玛利人所怀的烈怒 所以 今天耶和华向你行了这样的事 并且 耶和华必把以色列和你一起 都交在非利式人手里 明天 你和你的儿子们 都要和我在一起了 耶和华 必把以色列的军队 交在非利式人手里 扫罗立刻全身扑倒在地上 他因撒姆尔的话非常惧怕 又因为 他已经一日一夜没有吃饭 所以 一点气力也没有 那女人来到扫罗面前 见他非常惊慌 就对他说 你看 卑女听从了你的话 我冒着生命危险 听从了你对我所说的话 现在 求你也听从卑女的话 允许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 你吃了 身体就有气力 可以走路 扫罗不肯 说 我不吃 可是 他的臣仆和那女人再三劝他 他才听从了他们的话 从地上起来 坐在床上 那女人的家里 有一头肥牛犊 他急忙把他宰了 又拿点面粉 搓好了 烤成无酵饼 送到扫罗和他臣仆的面前 他们吃了以后 当夜就起身离去了 撒姆尔记上 第29章 非利式人把他们所有的军队 都聚集在雅弗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却在 耶列斯的全旁安营 非利式人的首领 各率领百人或千人前进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也跟在雅吉的后面前进 非利式人的领袖说 这些西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 雅吉对非利式人的领袖说 这人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仆大卫吗 他已经在我这里有好些年日了 自从他降服我的一天 直到今日 我未曾发现他有什么过错 非利式人的领袖向雅吉发怒 对他说 你叫这人回去 好让他回到你为他安排的地方去 他不可与我们一同下战场 免得他在战场上成为我们的对头 这人可用什么去得他主人的欢心呢 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头吗 这人不就是大卫吗 从前以色列的妇女向他歌唱跳舞说 扫罗杀死千天 大卫杀死万万 雅吉把大卫叫来 对他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说 你是正直的人 你与我在军中出入 我感到很满意 因为自从你到我这里来的那一天 直到今日 我未曾在你身上找到什么过失 只是 各首领不喜欢你 现在 你可以回去 平平安安走吧 不要行非利式人的首领 看为恶的事 大卫对雅吉说 我做了什么事呢 自从我来到你面前的那一天 直到今日 你在仆人身上找到什么 使我不能与我主我王的仇敌 亚吉 亚吉回答大卫说 我知道 你在我眼中是个好人 像神的使者一样 只是 非利式人的领袖曾经说过 他不可与我们一同上战场 所以 明天早晨 你和跟你来的人 就是你主人的仆人 都要清早起来 你们明天早晨都要早起 天一亮 你们就要离开 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清早起来 一早就离开 回到非利式人的地区 非利式人也上耶斯列去了 撒姆尔记上第三十章 第三天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到了喜格拉 那时 亚玛利人袭击了南地和喜格拉 他们攻破了喜格拉 又放火焚烧 他们把妇女和城里所有的人 无论大小都掳走了 他们没有杀人 都带着他们 从原路回去了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到了那城 看见城已经被火烧毁 他们的妻子 儿女都被掳走了 就放声大哭 直哭到没有力气再哭 大卫的两个妻子 耶斯列人雅兮暖和做过拿巴妻子的加密人雅比该 也都被掳去了 大卫处境非常困难 因为众人都为自己的儿女心中苦恼 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 但大卫靠着耶和华他的神坚强起来 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 雅比亚他祭司说 请你把乙福德带到我这里来 雅比亚他就把乙福德带到大卫那里去 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可以追赶这群匪徒吗 我可以追上他们吗 耶和华回答他 你可以追赶 你必定追上 也必定把一切救回来 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出发 他们到了比索西 有些跟不上的就留在那里 有二百人太疲乏 不能度过比索西 就留在那里 大卫和四百人继续追赶 他们在田野里遇见一个埃及人 就把他带到大卫那里 他们给他饭吃 又给他水喝 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 两个葡萄饼 他吃了 精神就恢复过来 因为他已经三天三夜 没有吃东西 没有喝水了 大卫问他 你是属谁的 你从哪里来 他回答 我是个埃及的青年人 是亚玛利人的奴仆 因为我三天前病了 我的主人就把我丢弃了 我们清洗了基利提的南方 和属犹大帝的南方 以及迦勒地的南方 又用火烧了喜格拉 大卫对他说 你愿意带我下到那一群匪徒那里吗 他回答 如果你指着神向我启示 不杀死我 也不把我交在我主人手里 我就带你下到那一群匪徒那里去 他带大卫下去 匪徒们都分散在各处 正在吃喝跳舞 因为他们从菲利士地 和犹大帝抢来的战利品很多 大卫击杀他们 从黄昏直到次日的晚上 除了四百个骑骆驼的年轻人 逃跑了以外 他们当中一个人也没有逃脱 亚玛利人抢去的一切 大卫都救回来了 也救回了他的两个妻子 无论大小 不分男女 无论是他们抢来的 或是被人掳去的 大卫都夺回来 没有失落一样 大卫夺了所有的羊群和牛群 跟从大卫的人 把他们赶到原有的群处面前 说 这是大卫的战利品 大卫来到那二百人那里 那些人因太疲乏不能跟随大卫去 而留在比索西旁 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和跟随他的众人 大卫接近众人的时候 就向他们问安 与大卫一起去的那些人中 有些恶人和流氓说 他们没有和我们一起去 我们就不把夺回来的战利品分给他们 只把他们个人的妻子和儿子还给他们 让他们领回去 就是了 大卫说 兄弟们 耶和华赐给我们的 你们不可以这样做 他保护了我们 又把那些攻击我们的匪徒 交在我们手里 这是谁要听从你们呢 下战场的得多少 留守武器的也得多少 应当大家平分 从那天起 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 直到今日 大卫到了喜格拉 就从战利品中取一部分送给他的朋友 犹大的长老 说 看哪 这是从耶和华的仇敌那里得来的战利品 送给你们做礼物 他送礼物给在伯特利的 在南地拉摩的 在亚提尔的 在亚罗尔的 在席末的 在以时提摩的 在拉哈勒的 在耶拉灭各城的 在基尼各城的 在荷尔玛的 在哥拉山的 在亚达的 在西伯伦的人 又送给一切大卫及其跟随者所到过之地的人 沙姆尔记上 第31章 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交战 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面前逃跑 有很多人在基利波山上倒闭 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紧紧追赶扫罗和他的众子 击杀了扫罗的儿子 约拿丹 雅比拿达和麦基舒亚 战争激烈 扫罗受到猛烈的攻击 弓箭手发现了他 射箭的人射中了他 他的伤势严重 扫罗就对替他拿兵器的人说 拔出你的刀来 把我刺透 免得这些未受割离的人 来把我刺透 戏弄我 但替他拿兵器的人不肯这样做 因为他非常害怕 于是扫罗拿过刀来 自己扶在刀上死了 替他拿兵器的人 看见扫罗死了 他也扶在自己的刀上 与扫罗一起死了 这样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 以及替他拿兵器的人 还有所有跟随他的人 都在那一天一同死了 在山谷那边 和约旦河那边的以色列人 看见以色列人逃跑 扫罗和他的儿子都死了 他们就弃城逃跑 非利式人就来住在城中 第二天 非利式人来拨那些 被杀的人的衣物的时候 发现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都倒闭在基利波山上 就砍下他的头 解下他的兵器 又派人到非利式地的各处 去向他们的偶像的庙和人民报信 他们把扫罗的兵器放在亚斯塔路的庙里 又把他的尸体钉在博山的城墙上 激烈雅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式人向扫罗行的事 所有的勇士就动身 走了一整夜 把扫罗的尸体和他三个儿子的尸体 都从博山的城墙上取下来 带回雅比 在那里把他们烧了 又把他们的骸骨埋葬在雅比的垂柳树下 并且进食七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